等于是把刚刚的那个表单 这个表单,刚刚的这个Gripting的这个表单 我们可以在 这个表单 一样送出查询,这样的一个画面 你是在JSP里面,我们这个环境里面开做 那你可以怎样把这个环境放在Android里面 按下送出,一样可以达到最后的结果 那只是说我最后回来的东西我把它放在什么 放在AdTest里面 那界面上面我想各位可以自己再试一下 那我先简单一下 按下读取之后,可以把资料读回来 那怎么做,第一个当然我们很简单的界面 第二个的话呢,设定什么Manifest一定要那个Internet 前面讲过 就是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 Android Permission 这个应该没问题 第三个比较关键的 就是说到底我们要怎么做 那这里的话 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这边当然 用的元件 尽量 之前好像比较容易出错 所以 用Java的好像比较容易出错 所以我换一个 我换Apache 因为Apache的 Server 然后用Apache的 它的class 去接 去用 可能问题会比较少 好像也是这样子 所以尽量避开那个用Java的 这里面的话我会用到几个 class 一个是 HTB Respond 有没有 那Respond的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 接 就是 等于是 一个Request 一个Respond 接回来东西 然后再来是一个GET HTBGET GET的话就是 我们讲过嘛 传递参数的方法有至少两种 一个是GET 是UIL的方式传递的 然后另外的Client 就是我模拟出一个Client出来 那最后的资料回来之后我可以放在这个AntiUtil里面 再去做解析的动作 OK 那底下的话我宣告哪些 一个Button 一个TextView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那最后的讯息 我要接到的东西我把它放在MSG里面 那还有我的网址 特别说这个网址不要错 那当然 问号后面Data等于什么呢 这个123 有没有 我是写成10的 不过将来各位可以 把它写成活的 比如说那个AdTest里面 你输入什么 按送出再组 织串就好了嘛 对这很简单 好那送过去要怎么送过去 再来就是连结 这个我想都没问题 连结因为两个元件 这两个 那Button4C按下去之后 都要做什么事呢 我